关于这个例子的话实际上是怎么样呢 要大家 这个笑话大家可以做出来 刚刚学的核子模型的一些东西 无非就是设置border 然后背景色 然后设置padding 但是要保证 看见没有这个尺寸就标好的 保证它是200乘200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点麻烦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怎么做 好 好 来 那么就是这个 盒子练习吧 练习啊 练习啊 好 盒子练习啊 盒子练习 好 保存一下啊 那么的话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盒子应该怎么做是吧 好 这个盒子的话 这个如果说这个感叹号出不来 怎么样 这感叹号可能是中文的是吧 也还是英文的感叹号啊 那么英文的感叹号 好 然后是这个 先拿一个什么呢 点box吧 点box 然后按个tab键 是吧 这个盒子吧 好 然后的话加点字进去 是吧 比如说加了这几个字 加了几个字进去 好 加了几个字进去的话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盒子我们来给它样式 是吧 给它样式啊 样式的话 那么就是什么呢 STYLE 是吧 在这个标签里面写样式 是吧 然后是这个box 是吧 好 这个点box box box的话 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先大致的做一下 是吧 大致做一下 然后它的框 框高是200乘200 是吧 是指这个盒子的真实的尺寸 是200乘200 是吧 好 我们可以先给一下200乘200啊 比如说宽是什么呢 宽是200啊 我先给这个数字先啊 然后高度也是200是吧 高度也是200px啊 200px 好 然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内码 给它一个背景设施什么呢 这个够的吧 是吧 够的啊 好 这么做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这个效果是不是200乘200的这个盒子啊 然后是这里面有文字吧 是吧 大致的效果做出来的啊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边框是吧 它边框的话是这个里面什么呢 是实像素 然后是怎么样 黑色吧 是吧 而且这个一圈的边框是怎么样 都是统一的吧 所以说我们怎么样 直接写吧 啊 直接写啊 比如说border 然后是 什么 实像素 然后是实线 然后是怎么呢 黑色吧 黑色啊 好 那么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确实是200乘200啊 如果我这个时候加了边框 大家注意了 这个盒子啊 大家注意了 这个盒子会整体的变大一点 你看一下啊 我刷新一下 这盒子是不是感觉它变大了 实际上的话怎么样 边框是不是加到这个盒子的尺寸上面去了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要严格的保证它是什么 它是200乘200怎么办 我应该把边框的尺寸剪掉吧 剪掉在哪儿剪呢 比如说这个边框怎么样 这个左右都是10吧 是吧 所有都是10的话 我应该怎么样 我把这个宽度把它减去一个什么呢 20 是不是可以啊 减去一个20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180 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高度上面就是上面一个边框 下面一个边框啊 也会增加它的高度吧 我把高度再减一个 减一个100 减个20 就是180了 好 这么写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刷新一下 那么它是不是这个就是200乘200了啊 好 那么实际上你还可以怎么看呢 点这个检查是吧 然后来看一下啊 那么看这个盒子模型啊 那么这个里面是100 180乘180 这是指的这个什么 里面的内容 大家记得啊 里面内容是180乘180 然后的话再加上外边的10 看到没有 上面10下面10 这个是什么 200啊 左边10右边10是吧 加180是不是200啊 这个就是对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边框是做出来的 是吧 那么实际上我们还怎么样 这个间距还没做吗 间距是不是20啊 里面的间距是不是20啊 好 这个间距也是20啊 好 这个是20的话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四周的间距实际上都是20啊 间距是20的话 我们写一个什么 piling是吧 piling啊 piling然后是20px啊 20px 好 20px之后 大家看一下这个什么呀 这个实际上什么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如果加了piling20 大家看一下 注意到这个盒子啊 好 我刷新一下 它是不是又变大了 相当于是什么呀 piling加又加到这个死人上面去了 那么如果我还是要严格控制它什么呀 200乘200 怎么样 还得减吗 减吧 这个左边是20 右边是20是什么 是不是宽度要减40啊 上面是20 下面是20 是吗 高度也要减40吧 所以说怎么样 还得减吧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 减40是140啊 好 这个地方是140啊 好 这个时候的话就怎么样呢 就是严格的什么呢 200乘200 没有没有 是这样子的啊 好 那么的话实际上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呢 量尺度还可以怎么量呢 还可以用这个QQ截图来量 也可以啊 QQ截图啊 好 我们目前没有学什么 没有学Photoshop啊 那么用QQ截图量 这个是不是200乘200啊 哎呀 走上这个地方是吧 这是不是也可以量啊 QQ截图来可以量啊 好 这就是关于这个里面的一个坑啊 一个坑的话就是说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指的是我们的这个 写的这个YS和Hite 是不是盒子的真实尺寸呢 不是啊 这个YS和Hite是什么 是盒子里面内容的尺寸 明白没有 是不是内容的尺寸呢 神指的这个文字占有的尺寸 是不是这样的 是内容的尺寸 不是盒子真实的尺寸啊 如果我们想加Border 又加Petting 加上去时候怎么样 要保持盒子真实的尺寸不变的话 我们怎么样 需要在这个框和高上面 什么 减去吧 好 减去这个尺寸啊 这是关于这个盒子的 这个尺寸的做法啊 这个就是一个坑啊 好 那么有人说 怎么这么麻烦呢 是不是这样的啊 你为什么要搞到这么麻烦 你直接把这个尺寸定死 不就完了吗 是吧 好 那么如果这个东西不麻烦的话 什么呀 这么容易学会的话 是吧 那么是不是没有技术含量呢 是不是这样的啊 是吧 那么就因为它麻烦吧 所以说就得有 是吧 需要有钱的来做吧 是吧 如果这东西很简单 什么东西都得学会 是吧 那不需要那么 是不是就没价值了 是这样的 它就要做这么绕 是吧 这个东西就这么绕啊 好 这是它的价值所在啊 它就这比较麻烦 所以说要 要什么 要你什么 能绕过这个坑吗 是不是这样的 好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例子啊 当然这个例子 如果能做出来的话 就理解了这个核子模型啊 核子模型里面 这个wise和head啊 这就是一个坑 它是指的什么 内容的尺寸 是吧 内容的尺寸啊 而不是什么呢 不是这个什么 不是核子真实的尺寸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例子啊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再看一下啊 再看一下这个 那么这个例子的话 实际上是就是 关于核子真实尺寸的 一个掩饰 是吧 真实尺寸的一个掩饰啊 那么这个例子的话 实际上我就说一下 就行的啊 这个核子 这个例子是干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核子没有给边框 好 第一个核子 第二个核子的话 给了五十的边框 那么这个核子就变成这么大了 是不是这样的 好 第三个核子 除了给五十的边框之外 还给五十的padding 看到没有 这个核子是不是变成这么大了 是不是这样的 就是说核子的真实尺寸 是怎么算的呢 那么其实很简单 怎么算的 核子的宽度 是吧 是不是等于什么 它的Y是值啊 加上什么 加上padding 加上左右的padding值吧 那么有人说 你padding乘以二不就行了 不对吧 如果你左右padding不一样 就不能这么说吧 左右左边padding是十 右边padding是二十 你乘以二怎么成的 不能成吧 那么只能说是 左右的padding值吧 然后加什么 左右的border 是不是这样的 左右的border啊 好 那么这是核子的宽度 这么算 是不是这样的 好 核子的高度怎么算呢 就是 heat 加上什么 上下的padding值吧 然后再加上什么 上下的border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这就是核子的高度啊 好 大家如果想严格控制核子的宽和高的话 大家记得这个公式啊 那么一定要怎么样 在外的汉上进行减吧 减之后才能保证这个纸不变吧 大家记得啊 好 这就是它里面的一个坑啊 这个坑大家绕过去了 就就就知道核子怎么用了啊 好 那么这是关于这个核子的真实尺寸啊 大家也可以做一下这个例子啊 晚上可以做一下这个例子啊 好 大家做到这个例子之后 那么今天晚上 大家把这个例子做一下 好吧 好 这个例子的话 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尺寸的话怎么样呢 就是这个里面有个54高度是吧 高度54的话 那么上面的这个border是1 下面的border是3 是不是这样的啊 是刚好是4啊 是吧 那么整体高度应该是多少 50吧 是不是刚好就出54了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是什么 400是吧 那么这个是上面有边框 下面有边框 是不是这样的 左边是不是没有啊 右边也没有边框吧 好 然后这个文字的话怎么样 是什么 是什么 居中的吧 是垂直居中的啊 没有说水平居中 是不是垂直居中的啊 然后距离左边有一点点 这个间距吧 大家看一下这个间距 这个地方是怎么做的啊 可不可以用piding把它挤过来啊 可以是吧 好 好 大家今天晚上做一下这个例子 好吧 这个例子就是 也有些坑在里面啊 那么如果说大家理解了核子模型的话 这个地方应该可以做出来 好吧 好吧 好好 谢谢大家